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你们好 欢迎收看阿蘇当下频道 我是阿蘇 Johnny So 我们已经来到停车场了 这个停车场比较大 但是要收停车场费用 我们现在开始步行过去 途中都会见到有其他游客 这条路没有指示牌 我们一直向前走就是了 这里开始人多一点 因为右手边是海 怕有危险 所以用网来拦住 这个位置见到有个帐篷 一家大小在玩 我们一直向前走 左手边是一间咖啡厅 一直向前望过去 就可以见到海上古堡 说这么快 我们就已经到了海上古堡的位置了 当然要带大家走近点看看 这就是海上古堡的真身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什么感觉呢 这里虽然有很多人 但是我觉得看浪花的人比较多 这次就说到这里 下次我带大家去炮台公园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啟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关注和评论 我会用不同的角度 带你去看这个世界 下来 下来